有一件事情 我想老實跟你講 我想我們不適合 哈囉我是劉哲 大家好久不見啦 最新因為比較忙 所以比較少拍影片 那在這邊跟大家宣傳一下我的IG在這邊 如果說你有想要看到我最新的消息 或有的時候我手上比較沒有辦法拍影片更新那麼快的話 我都會直接先放在我的IG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追蹤一下喔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就是剪了頭髮 我其實剛剛呢 才去一個那個沒有去過的百人理髮店去給他剪的 我之前是有去過那一家百元理髮店 但是今天我之前常剪的設計師呢 他剛好不在 所以呢 我就給了一個之前我沒有看過的設計師剪 我想應該有很多男生呢 都會去那種百元理髮去剪 像我自己本身其實說實在的不是那麼的care我的頭髮 那有的時候在百元理髮其實都會遇到還蠻厲害的設計師 但是我其實也不會說很篤定 就是說一定要給那個設計師剪 我就是偶爾給別的人碰我也覺得其實還好 那偶爾就是會踩到地雷 像現在這樣我就覺得今天這個設計師 完全的不懂我的頭髮 因為我覺得這世界上最困難的問題就是 每次設計師坐在那邊跟你說 阿今天想要怎麼剪 那每次我其實都不知道跟他講什麼 因為大部分就是剪短剪短這樣子 然後頂多喔這個地方要不要推後面要不要推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而且我以前曾經試過說 那我要給出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但是最後每一次通常我給太多指示的時候 樣子都會跟我想像的還是有落差 所以最後我大部分都還是會覺得說 嗯就剪短然後讓設計師自由發揮 那今天這個設計師呢 我覺得他很顯然就是跟我的頭髮完全的不熟 因為像我本身有點自然卷阿 那他這個地方把它推高這邊我覺得還好 但是他的瀏海 就是因為我原本的瀏海 我是習慣比較厚一點點的 這就是我就是一個最好的偽裝 那他現在把我的偽裝完全的卸除之外呢 他還沒有卸除乾淨的嘛 然後就留一點這種虛虛的 什麼意思 這個我真的不懂 因為這種虛虛的瀏海阿 他很像是說你已經沒有什麼頭髮了 很像我已經禿頭了 然後再從後面的頭髮 我特別把它往前撥 然後撥這樣一點點 這個就是虛虛的一點都不好看阿 因為我自己是喜歡瀏海是稍微厚一點點 要不就是比較清爽一點 直接把它就是剪短一點 我還覺得比較好一點 他留這個虛虛我真的是不懂耶 這是空氣瀏海嗎 我就真的覺得 今天真的是有一點點踩雷了 剪頭髮果然就是 就像是談戀愛一樣吧 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一切都非常的美好 然後溝通上面也很順利 我就把我的全部就好好的交給他 但是最後 他一開始在編秀的時候 我都還覺得說 嗯還好還好 這次感覺還不錯喔 結果到最後他在秀瀏海的時候 他一 我就想說 哇 大事不妙 但是因為他也已經剪下去了 我也不能夠即時的喊停 所以 最後就只能任由他 把我變成他喜歡的樣子 但是說實在的 我自己真的是 不太喜歡 我想我以後 應該再也不會給那個設計師剪了吧 我就就此分手 談了大概20分鐘的戀愛 直接宣告破局 是不是把它往上播好一點啊 其實我覺得 有的時候 這種髮型的一點點的改變啊 真的都是自己看比較介意 但是外人看可能覺得 比較差不多 但是我就是覺得 他就是對於我的頭型 非常的不修飾耶 就是變成說我的頭好像這邊很短變得很扁 然後這邊蓋了一個髮片還什麼的 就好像在遮掩什麼 但是沒關係啦 因為我是自然捲 而且 我的頭髮長其實不算太慢 所以可能再過一個禮拜左右 就會看起來比較自然一點吧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有沒有看得出來我的髮型 就是 哪個地方讓我覺得很不滿意嗎 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虛虛的 喔 越看越覺得實在是真的有點討厭 所以我就想活回來 多久沒開相機 竟然因為髮型剪壞 然後就立刻開了相機 我覺得要遇到適合自己的設計師 本來就是一件千載男工的事情 嘖 我個人剪髮的失敗率大概是 六四波吧 大概六層我都會覺得說其實還OK 但是有四層的狀況我都會覺得不太好 這個髮型是不是真的很不適合我啊 還是你們覺得其實根本就差不多 這個虛虛真的很討厭耶 還是說我自己再來稍微修剪一下 蛤會不會有點太大膽啊 嘖 好 見 我超級久沒有自己剪頭髮了耶 欸我覺得好像稍微把它那個虛虛的部分剪短一點點 看起來好像有稍微比較自然一點 嗯 就是它比較不會有像剛剛那樣子 這麼尷尬的 瀏海感 我看那個設計師剪頭髮啊 他們剪到都是拿比較直的 好像比較好吼 欸我怎麼那麼厲害啊 我覺得這樣子修完之後好像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剛剛那種空氣瀏海的鬚鬚的感覺 欸 這樣是不是還還蠻好看 大家覺得咧有差嗎 我自己就是覺得好像有稍微變比較順一點啦 欸那我其實是不是還蠻有剪頭髮的 欸我覺得還蠻自然的耶 我怎麼那麼厲害啊 OK 欸原來根本就只是擦幾刀的事情而已嘛 喔這邊 這邊好像也有點那個 這邊也在修一下 其實自然卷的頭髮啊 我覺得失敗率其實蠻低的 就是我覺得如果說有跟我一樣是自然卷的人 應該大概就知道 就是有時候 你即使真的這地方稍微剪壞 你稍微往旁邊撥一下 它那個痕跡就感覺好像會變不見 自然卷我覺得其實它也是有它的好處在的 可是以前小時候 我覺得我非常討厭自己的自然卷 那個時候是 可能棒棒糖男孩在流行的時候吧 大家都是那種大直髮 其實是卷髮要把它燙那種平板燙之類的 所以以前我會就是儲心機率的 想要把卷髮就是盡量的弄出 但其實那髮型一點都不適合我 現在長大之後就覺得 欸其實自然卷還蠻好整理的 而且真的是剪壞比較看不太出來 欸我覺得好像好蠻多的耶 好沒關係 至少我自己覺得變比較好看了 那就是這樣啦 那10月的部分呢 手帳我都有在寫 但是我之前都沒有就是拍那個紀錄 所以我想說10月差不多過完的時候 我會再拍一個我的10月的手帳回顧 再跟大家聊聊我10月到底在忙什麼 為什麼一直都沒有在拍片這樣 然後之前有還蠻多人私訊我 問我說為什麼沒有開箱我的手帳 就是明年的HOBO手帳 因為我還沒有收到 因為我那時候呢 錯過了第一次訂購的時間 所以我會等到10月底的時候 到目前為止 今天10月可能21號還是22號 都還沒有寄出 所以我可能會要等到11月初才有辦法收到我的手帳 那時候會再開箱給大家看 OK那今天就是這樣啦 其實沒什麼重點的影片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喔我竟然新頭髮了 然後祝大家都可以知道 真的很了解自己的髮型師 OK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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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是誰 你還要再去開箱 我們到達到10月份 都會不會被你打架 在10月份 on bulb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